在點的自身氧化還原反應中,反應是如下 它的係數沒有平衡,試問約有多少百分比的點當作氧化劑來使用 我們要把自身氧化還原反應的物種寫成兩個 一個扮演氧化劑,另外一個角色扮演還原劑 這樣才有辦法用氧化素法來平衡 我們來看一下,這兩個點就是一個是氧化劑,一個是還原劑 第一個I2變成I負,氧化素減少,進行還原反應就是氧化劑 第二個氧化素從0變成正5,氧化素增加,氧化反應為還原劑 所以再來就是它的一個數量,大家都是兩顆 所以這乘以2就是它的數量都乘2 那再來就是最小公倍數,上面是-2加,下面是正10加 所以正10乘1,那上面是-2乘5 那這樣子就能完成它的電子給消掉 就是電荷守恒 那既然乘5係數就5倍,乘1係數就1倍 所以你不分成兩個是沒有辦法做這樣的平衡的 那這是5二得10,所以對應過去右邊的I負就是10顆 那還原劑的部分呢,這個點有兩顆 對應過去後面這個點應該是2 所以係數都確定了 那剩下的物種就是它的氧氧根就是電荷守恒 那電荷守恒呢,左邊是-12加 因為右邊總共就是-10加-2 右邊是-12嘛 所以這個OH係數就是-12 那最右邊的水就是用這個氫去做平衡 12顆氫,所以這個水的前面呢,係數就是-6 那這平衡完畢之後,接下來把I2合併約成最減整數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反應式給平衡完畢了 那題目是問說有多少百分比的點當作氧化劑來使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嘛,氧化劑的點那是不是就是5顆 總共是6顆 所以點當氧化劑它就佔了6分之5 乘100%就是83.3% 本題答案就是1選項 所以我們會不會把材料製有 從未達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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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nt。 感谢观看